奉耶稣圣明说话 感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继续来查考提摩太后书 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第三章 我们昨天提了几点就是说 如何让神的道理能够存放在我们心里头 那其中一点提到就是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个情欲 胜过情欲 因为情欲跟神的道是不能够并存的 那如果这个情欲没有被除掉 道理就没有办法进入我们的心 那这个是我们平时要去灵修的一件事情 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第三章的最后一节 第十六十七节 第三章的十六十七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以教训读者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都是有义的 十七节 十七节 谈到说圣经是从哪里来的 那第十六节也提到这个圣经的功用 那十七节说 这个圣经就是神的话能够让人得以完全 圣经原 那这样人呢才能够来行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先来谈第二点就是说圣经的功用 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有这个更正的功用 他如果人走偏差的话 当他接受道理的时候 他一定会改正过来 那有些人会说 那你怎么知道说我的行为是不对的呢 那你怎么知道说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做法是太过分的呢 所以我们如果认识神的话 我们就知道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当施洗约翰出来宣道的时候 他谈论有关神的事情 呼召人来悔改 呼召人来悔改 让人能够归向神 所以这个圣经有这个更正 或者纠正的这个功用 所以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 会被神的话来责备 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完全 因为我们的行为不完全 我们的想法很多时候也不正确 所以呢 当我们念这个圣经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离开神的标准 还有一个相当的距离 所以我们常常要念圣经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常常念圣经 来更正我们自己 一个人如果读了圣经 不会改变 听了道理也无动于衷 那就是说呢 其实他还没有接受真理 也不承认或者说承认 他自己所信的道理 因为神的话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 就是来改变人 好 我们来看诗篇 诗篇的十九篇 我们来念第七节 诗篇十九篇的第七节 耶和华的立法全备能苏醒人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这里告诉我们说 神的律法是全备的 是完全的 那他能够苏醒人啊 那英文是说能够让人的心改过来 那其实在中文就苏醒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啊 常常好像在沉睡一样 对神的事情不清楚 那我们如果没丢弃神的话 那我们就变成疑蠢的人 我们在行为各方面 都显得我们是不认识神的 所以神的话能够让人的心快活 那能够明亮人的眼目让我们看得很清楚 让我们知道说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那第九节 耶和华的道理 耶和华的道理洁尽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所以神的道理是洁尽的 所以相信道理的人 应该会常常被道理来洁尽 那一个被洁尽的人呢 就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像耶稣 我们说他会成圣 成义 那我们如果听的道理 我们的心还是没有改变 那就是说我们没有很看重神的话 所以行为各方面都不会改变 所以神的话是有能力的 所以每当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被神的话来改造 那但是那个法利塞人 他们念圣经的态度就很不一样 他们念圣经是因为他们想要来教导人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先来教导自己 才能够教导别人 所以这个神的话语 对我来说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是至关重要 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一个真正接受神话语的人 他一定会有改变 好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看 我们看《帖撒罗尼加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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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念十三节 为此我们也不足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所传神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那中文在十三节说 最后句话是在 在你们心中运行 但是英文是 是有效地在你的心中来动工 就是说 这些真正接受道理的人 都被道理来改变 所以我们信主的人 一定要被神的话来改变 那被改变之后 我们才能够 怎么说 为主来发光 好 我们再看回来 这个第三章的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那这十六节 他谈到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那换句话说 其实圣经 还没有被写成书的时候呢 这些话语 已经是在天上的 我们常常说 这个圣经是如何组成的 比如说经过了很多很长的时间 人把它写成书 那从圣经来看 人只是这个笔者而已 那真正写圣经的是神 那人就好像一支笔了 那真正写圣经的是神本身 我们来看诗篇的一百十九篇 诗篇一百十九篇 我们来念八十九节 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九节 耶和华啊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我们说圣经就是神的话 根据这个作者呢 其实这个神的话 神要我们知道的话 就在圣经里头 但是这些话 老早其实已经安定在天的 settled in heaven 就是说 在还没有时空的时候 这个话已经存在了 已经立定在天上 我们刚才念是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we mention that the Bible is the inspiration of God 就是说 这个圣经呢 是神让我们知道 他老早安定在天的话 所以你发现到说 圣经其实 怎么说 从创世一开始 神在讲话的时候 其实这些话 老早已经在天上了 我们来看一些圣经 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我们来念这个第八节 加拉太书三章八节 并且圣经既然一先看明 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 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必因你得福 我们知道说 这个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呢 是创世纪的第十二章的第三节 但是在保罗的了解当中呢 这是圣经向亚伯拉罕所传的福音 他就说 其实神跟亚伯拉罕讲的话呢 就是这个神的话 已经老早安定在天的 就是老早安定在天的话 所以神启示的圣经 其实就是神的旨意 就是在天上所立定的旨意 给我们知道 那他这个人只是一个工具 来把这个天上神的旨意 神透过人把它写成书 好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圣经里头 刚才我们所念的十六节嘛 对三章十六节 他说 有这个教义 或者中文说教训 那这里的教训 教训就是教义 所以你发现到说 我们虽然有圣经 但是如果神没有指示 那个模范给我们知道的话 教义的模范 那我们就不能够了解 这个得救的正路 所以你发现到说 这个道理的模范 也是老早已经立定在天的 我们的教义的模范 the form of our doctrine 老早已经在天上的 不是说 当比如说使徒教会建议的时候 这些使徒们 后来自己发觉 发明出来的 不是 那他们所传讲的就是 神所立定在天上的 这个道理的模范 好 我们这个 这一书教会的道理 也是一样的 这是神所末世的 那末世的东西 就是老早就在天上的 所以没有人能够去改变它 更改它 因为是安定在天 就是说已经立定好的 是不可以更改的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这个提摩太 那就是说这个圣经 你要明白圣经 你是从小明白圣经的 你要知道说这圣经是神所末世的 但是当中呢 是包含了教训 就是教义 那我们的教义是从哪里 哪里得到的 当然我们说 从神启示来的 但是一定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我们说 启示的东西 一定会有圣经的根据 因为圣经老早是 什么 被安定在天的 我们教会的启示 我们教会的教义 都有圣经的根据 所以我们说 是不会被推翻的 没有人能够有这个能力 来去更改它 来去推翻它 那我们在看 只有那些遵守 这个圣经的 这个教训的 这些人呢 才会 我们说 才会变成义人 那这样的人呢 才配得来 行各样的善事 来服侍神 所以我们说 道理要正确 是很重要的 但是同样 也要灵修 所以保罗在劝提摩太 你从小明白圣经 但是他明白的 他怎么明白圣经呢 就是从我们谈过说 从他的祖母 然后妈妈 然后保罗教他 还有从保罗 那他所领受的是纯正的道理 因为他领受的纯正道理 所以保罗才说 你从小明白圣经 好 那我们进入到第四章 保罗就在谈一个问题 我们来念第一节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们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这里 保罗好像很严肃的 他说我嘱咐你 那英文是charge 那这个就是命令你 就是说这个宣传福音的事情 是很严肃的问题 他不单只是面对面 好像面对面 或者写信来嘱咐他 吩咐他 他是在神的面前来吩咐他 那就是说 因为你当了工人 你信主了 你有这个责任 要在神的面前来完成 这一个托付 所以他说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 嘱咐你 那主耶稣的这个显现 他有能力的显现是在什么时候 就是复活时的显现 那就是证明他得胜的死亡 所以因为耶税得胜了 所以他才吩咐门徒要传福音 这个吩咐门徒传福音 是他复活后的事情 那和他的国度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国度 在世的国度 就是神的教会 神的身体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身体 是圣灵居住的地方 那换句话说 提摩泰是受教会的拆拜 就是受圣灵的拆拜 所以这个意思是 提摩泰是受圣灵居住的圣灵 来去传讲这个福音 所以这个保罗就 有时候我们那天谈过说 提摩泰可能有一点灰心 所以我们说提摩泰 有点灰心 所以他这里说 保罗要再次来嘱咐他 去传福音 要给他知道说 这个责任是很重大的 我们在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就好像保罗在嘱咐我们一样 要去传福音 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责任 乃及传传福音 我们看第二节 他说 乌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戒人 那就是说 我们要传福音 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是说 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去把福音向人来宣讲 所以让人能够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 来相信这个得救的福音 所以这里说 要专心 要很用心的来去传 那有时候我们会分心 我们没有办法很专注的来去传福音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呢 我们要专心 并且要有百般的忍耐 真的传福音要有很大的忍耐 因为在传福音的时候 会碰到很多的困难 就好像我们才念这个使徒行传 里头所谈到的 那使徒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受到很多的逼迫啊 一些攻击啊 所以有时候甚至要逃命的 因为这些不信从真道的人 要杀害他们 所以这个需要相当大的忍耐 所以要借着神所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智慧 来去劝戒 来去警告这些听福音的人 让他们真的听了福音之后 能够回转回来 好 那第三节开始呢 保罗就讲一个现象 好 那第三节 也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存证的道理 而多发养就 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第四节 并且焉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谬的原语 所以我们知道说 这里可以指的是向外的 也可以指的是对内的 我们有时候在外传福音 很多人不想听 因为他们厌烦存证的道理 这是一个末世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一点 但是我们不要轻易放弃 所以保罗说要忍耐 对现今的这个世代里头 都是耳朵发扬 对神的话 他们不愿意听 但是对那些 那些什么 那些偏向荒谬 荒谬的话呢 他们却很喜欢听 所以做事情都是随从自己的情欲 所以呢 增添 怎么样 增添好些师父 为自己增添很多的师父 他们不跟从神 却是跟从这些人 所以最终没有办法得到这个 神的这个救恩 但是我们传福音的人呢 我们真的要有这样的一个装备 就是第五节里头所谈到的 我们传福音的人要谨慎 忍受苦难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就是说我们要忍耐到底 要真的是 要常常祷告 求神打开这个福音的门 有时候我们会 会放弃 非心 我们会说 这个人怎么传 他也不信 或者说 在这个地方传也没有用 你看传了这么久 一个人也没有来信 这是人之常情 有时候我也会这样想 到一个地方去传 怎么传那么久 没有人信 我告诉大家一个 也不是什么大见证 就是一个体验 最近我到一个地方 跟一个弟兄去传福音 我在那里待了六天 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都向人传 但是传了之后 这些人都不想回来 那最后的两天 有一个目道者是我们认识的 他就带我们到一个地方去 他带我们到一个地方 很奇妙的 那个地方 就有好几个人 对福音很有兴趣 就是说他们 对我们所讲的 感觉到说 这是真实的道理 这个给我一个体验 就是说 我们不要放弃 也不要灰心 我们要不断地传 尽责任就好了 不要被那些 怎么说 负面的情感 来胜过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热忱 都掩盖过了 感谢主 我们今天的正道 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现在来猜一首诗赞美神